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这家店呢 我真的已经期待很久了 因为它是新加坡当地 无人不知 但凡到新加坡旅游 一定要打卡的国民美食之一 话不多说 赶紧走 小学 别急 这里有一个谜题 你得到店里解开这个谜题才能吃到 谜题 现在给编导 花头巾真多 还要做题目的 这是什么 给我做算数题了 40加30加220等于120 请找出此等式成立的依据 而且要在店内找到依据 热门新店大揭秘 黄亚系肉骨茶餐室 小倩 既然是谜题 就需要你自己去寻找答案了 这家黄亚系肉骨茶 创始于上世纪50年代 可以算得上新加坡肉骨茶的鼻祖之一了 1977年12月1日 黄亚系先生从父亲手中 接过肉骨茶的手艺 并开办了黄亚系肉骨茶餐室 目前新加坡的门店 一年能卖出超过15万份肉骨茶哦 还有很多大人物都是专程来品尝 9个月前 这传承了近百年的味道 终于来到了上海 一进店 小倩就开始搜索 各种可能出现的线索 这个我不太清楚 要不你去问一下我们的厨师 小倩去找师傅 那我们这边再来说说肉骨茶 最好的肉骨茶 选用的都是优质猪类排 每根都肉质厚实 且有软骨 至于汤底 其实是分了两派 一种是有较重的 胡椒味的潮州肉骨茶 而另一种 则是药材味较重的福建肉骨茶 而黄亚系肉骨茶 就是正宗的潮州胡椒风味 味道呢比较鲜 而且呢就是 它那个煮的那个骨头 比较酥 这边的话 胡椒味是蛮重的 然后也挺正宗的 我是新疆国人 这家店的总店在新加坡 我都去过的 我一想到吃肉骨茶的时候 都经常都会来这家 肋排香软 汤汁浓郁 喝一口微微辛辣 而另一边正在埋头找答案的小千 好像有些眉目了 哇 这么大的几个桶 一二三四 大厨 没有 这里边是不是就是肉骨茶汤 对 这个就是我们的肉骨茶二汤 我跟你说 里边放了好多食材 都是什么呀 里面有四十斤的铜骨 还有三十斤的铜骨 还有两百二十斤的清水 我找到我们这个依据了 说的这是食材的比例 那这个一百二十是什么 一百二十是我们煮出来剩下的汤 这个汤叙食七个小时 我们煮了六个小时之后 还有一个小时我们会下我们的配料 加入汤底的配料 白胡椒一定选用沙烙月产地的 微酸性的温暖土壤 才能培育出来优质的白胡椒 而蒜头是用精心挑选的 马来西亚带皮蒜 这个就是我们的头汤 头汤和二汤有什么区别吗 头汤我们是每天现煮的 里面的成分包括 十公斤的水 排骨 还有一些香料 蒜头 熬完了之后 我们会用二汤来做个比例 就是二比一的比例 这样我们就会成形肉骨茶的汤 所以千万别小看这碗肉骨茶 不仅需要几十斤的食材 还要熬两种汤底 粗略一算 竟要足足十多个小时 看能没有它这个汤头好浓 那个胡椒浓到什么程度 我感觉我的舌头被电了 但是喝完之后很过瘾 你别说啊 第一口很冲 但是第二口喝起来就上瘾了 黄亚系肉骨茶参事 开业时间二零一九年十二月 一道有着六十年历史的招牌肉骨茶 从新加坡过到了上海 有任务吗 打开看一下 请特派员在店内解开 以上数字的含义 关于解密的这种 我真的是特别不擅长 而且你看看啊 二十五 二十五加一 二十五加二 这些和我们要拍的鸡舟店 能有什么联系呢 热门新店大揭秘阿摩零鸡舟 虽然店名上写的是鸡舟 但其实主打的是正宗上海白斩鸡 即使这么热的天 排队的人是一直没有断过 所以别看是菜场的外卖窗口小店 人家短短五个月 就已经成为附近居民心目中的人气王 而且在马当路和大宁地区又开了两家 里面的师傅可是一刻不停地在斩鸡 眼看窗口里的鸡已经卖得差不多了 那为什么这里的军民顶着这么热的太阳 也要在这里排队呢 为什么声音会这么好 我们还是品控抓得比较紧 像比如说我们低于2.8斤的鸡 我们就不要高于3.3斤的鸡 我们也是退货 就是包括还有一些 像我们那个鸡嘛 会有一些瘀伤 那像这样的有瘀伤的话 我们一旦在切配的时候 发现有这个情况 及时的东西退了 像我们每天退货的时候 都会跟我们工工医商 及时开一个群 对把里面的一些问题跟他们都讲 选材上就有这么多讲究 那在制作上又有什么细节之处呢 钟亮你别忘了 可是带着任务的哦 2525加125加2 这个啊 这个我知道了呀 这么快就知道了 对啊 你给我解答一下 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是天天 都是按照这个规则去做的 那比如说我们每天这个鸡 都是在2斤8两到3斤3两之间 那我是把它分为三个道次 2.8斤到2.9斤是属于一道 3斤到3.1斤是一道 然后3.2到3.3是一道 那这个0.1斤的话也要区别的这么清楚 对对对 其实很简单的 那就是说第一档在2.8到2.9 我烫25分钟就可以了 哦 对 那相对来说如果是2.9到3的话 那我就是25分钟 加一分钟 加一分钟 这一分钟不是在煮 是焖一分钟 多焖一分钟 哦 对 然后最后一档的话 那就是25分钟焖两分钟 原来这组像暗号一样的数字 指的是对时间的精确把控 他们家不会一早把鸡全部都煮好 而是一天会做4档 每档只做10到12只 尽量让时刻能买到新鲜做出来的白斩鸡 哦 今天那10的鸡已经买光了 现在这中的5个鸡 10的鸡 左右 如果你担心买不到 看到老板正在写的小黑板了吗 他们家的鸡是可以预约的哦 这里的居民很多都会提前打电话来预定 从做好到客人拿走 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绝对新鲜 哎呀我手上这份白斩鸡 其实是来之不易的 因为是店家这个时段的最后一份了 幸好就是我们便到提前跟店家说了 要留一份给我们 要不然这一份是不会出现在我桌上的 我来尝尝看味道怎么样 先入口就是这个很浓郁的鸡香味 然后回味再是他们家这个酱料的 淡淡的这个香味在里面 而且你看一下啊 我挑一块大的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家的这个鸡是有鸡汁冻的 就是在这个皮跟肉之间 它是有一层冻的 千万不要小看这层冻 这层冻它吃到嘴里 它是有点像天然的鸡鸡的这种味道 它是提鲜味的 非常非常鲜 阿摩林鸡中 开业时间2020年4月 能在细节中做出标准化的传统白斩鸡 在上海啊 松鹤楼那可是响当当的名号 他们家呢不光苏帮菜有着200多年的历史 就连苏式汤面也是历史悠久 今年老字号可是开了新店哦 在这一家松鹤楼苏式面馆里 你只需花三四十块钱 就可以尝到他们传承百年的酥邦面 一碗酥邦面的高下啊就在于这个汤头 用枕鸡 鸡架 青鱼 鱼鳞 猪骨 扇骨 蹄胖等食材调出的汤呢 清而不油 鲜而不腻 再说到他们的脚头也是多达几十种哦 像蒙肉 爆扇 虾仁 排骨 卤鸭等等 可谓是应有尽有 想尝传统地道的素方面来这儿就对了 既然想来这家一罗华呢 是家日料店 来看一下编导又给我出什么难题 看一下 就一个数字 198 那按照我往常的经验呢 以8作为结尾的一定是一道菜品的价格 也就是说我要在一罗华里面找一个198元的菜品了 那走吧 先去问问看 你好 你好 我有个任务的 我要找一个198元的菜品店里有吗 哦 我们198元是100多道菜 您可以无限唱吃的哦 等一下 我没有听错吧 没有听错 198元吃多少道 100多道哦 热门新店大揭秘一罗华 这家一罗华位于大宁音乐广场附近 据我们了解 这家传统日料放题是一家新开的分店 它的老店在襄阳北路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 很多老顾客直到开在自家附近了之后 都和朋友家人过来打卡 198的价格也确实实惠的令人惊叹哦 因为每次都不是我买的 我记得好像是 我不知道是300多是吧 198 啊 这么好 新鲜蛋应该讲在我吃过的当中 是日料等东西还是比较高的 这边的烤肉方面呢 就是它的肉质啊什么的 都是很厉害的 选的肉的品种都是很ok的 一家15年的老牌放题 怎么会让你失望呢 除了令人心动的价格外 它的品质和数量也同样吸引人哦 牛肉 牛舌 羊排 宋司 炸物 海鲜 甜品 样量齐全 而且完全畅吃哦 看看我们的小千已经有点坐不住了呢 这每一盘的份量也是实打实的哦 哇 一百九十八元可以吃这么多菜 而且是菜单上面一百多种料理随便点对不对 随便点什么意思 你看这一份牛舌 一般牛舌都是切小段的 而他们家是这么长 而且也蛮厚的牛舌哦 随便点的 对 这个是去除牛舌煸脚料部分 剩余其他都可以用的部分的长度 哦 讲真的 他们用的食材都真的是不便宜的 成本相对较高的哦 对 我们选用的都是安格斯的牛种 牛舌部分也是选择牛舌根最嫩的地方 所以口感是非常的Q弹 这个是什么肉 这个是上等三斤 这牛三斤也是一绝 选用的是牛肩胛骨内侧的肉 一头牛身上也只能提取五公斤左右 其中最高级的部位只有一公斤 所有食材都是当天厨师现点现切 纹理更清晰的还有这份上等牛腥腹 腹腥肉是夹在剔骨和内脏间的肉 每头牛只有不超过一公斤 非常的珍贵 看这精美的大理石花纹 难怪这么多食客都是他们家的忠实粉丝哦 听到那个声音了没有 哇 烤得滋滋冒油哦 好嫩 而且牛舌那个香气真的是浓到复兴了 哦 你不跟我说这个价格 我完全想象不到竟然可以这么的便宜 为大家看一下菜单 英文这些所有的菜品你都可以单点的 单点的价格 比如说这个整根的牛舌 68块钱 然后那个上腹肉 68块钱 最贵的脚腥后牛舌是要80块钱 也就是说你只要点这三盘肉 你就已经超过200块钱 已经回本了 而在这里呢是198元 一百多种随便吃 然后还不分节假日跟周末的 随时随地过来吃 我的天哪 不过友情提醒 这个价格是仅限这家新店的 一罗华 开业时间2020年1月 超高性价比 198元就能唱吃百道美味日料 我现在呢是在缅航区的金会南路 这附近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餐厅 但是没有想到在这边区域里面 居然还隐藏着一家本方菜 接下来就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不过今天请编导 你再也不要给我出谜题了 我真的已经不行了 热门新店大揭秘 老切客 好吧 这一次我们就不为难你了 今天这家躲在闹钟取静的马路旁 装修简易并不起眼的本方菜餐厅 叫做老切客 用上海话来说就是老切客 看来意思就是来我们这儿吃的都是老吃客咯 这里的菜有没有抓住上海老吃客们的胃 那可得让我们的特派员先来探探路咯 给他就是有个车厅比较多 然后呢像个中 有人要打什么本方菜是比较熟的 这里个店的老板娘呢很社会的 他不要你多点的 经常地呢 这只骨 这有保护 比较能 那个外大心情的 因为那里是外大游戏都说了干活之骨 我老母亲在这我也能够说到这么能 但是味道没他做的好吃 突然发现今天在他们家问了很多食物都很推荐这道煞锅菊猪肝 老上海的味道 老上海的味道 那我们一起去泡厨看一下 请教一下大厨为什么这道菜这么受欢迎 大厨您好 你好 想问请问一下是副大厨的吗 对对对 所以我们现在是在干嘛 这是在 在腌猪肝 在腌猪肝 对 所以这个是腌好之后我们等会就是来操作 这个我们要腌一个晚上的 让味道去到腌味去得更特别 因为猪肝它比较腥嘛 所以光是腌猪肝就要腌一整天 要明天才能用到这个 对对对对 这才是第二步 我们在这之前已经做了 从选猪肝还要冲血水 因为猪肝我们用的都是热气猪肝 热气猪肝颜色成褐色或紫色 其表面或切面没有水泡 用手接触可感到很有弹性 猪肝在切片后要反复用水冲洗浸泡 直到完全没有血水 这个过程就要花半天的时间 那冲洗完之后 是不是我们就是加那个葱姜蒜 加料酒就腌制了 我们这个不是不加料酒的 不加料酒 对我们只加葱姜水 因为料酒它起了个发酵作用 腌一晚上它肯定会起的酸了 到时候就影响它的口感了 腌制要加入胡椒 葱姜水 生抽 糖 经过一整碗的腌制 完全入味 下锅前裹上淀粉充分揉捏 猪肝先过油放在一边 加入葱姜蒜 黄酒 以及用五种酱汁调配出的 本邦风味酱 调好酱汁后再放入猪肝 爆炒一分钟 最后淋上一勺香油 使用砂锅是为了更好的保温 毕竟猪肝一旦凉了 味道就大变样了 这样一道特色砂锅焗猪肝就出锅了 你可以尝一下我们的猪肝 是不是你想象当中的一个本邦菜 赶紧来尝一下 看起来就很入味的样子 很香 而且很嫩 对吗 很嫩 就完全不会有任何腥味 这个温度也是刚好的 它的这个口感 味道都还是最好的 就是这种很本邦的农游吃这样的上海味道 除了这道特色砂锅焗猪肝 店里的其他菜品也是广受好评的 分量也相当足 一家人点上一桌菜 算算人均也才一百元左右 味道好的同时 性价比也是相当高哦 老窃客 开业时间2019年12月 小潮也花大心思 只有上海人才懂得正宗本邦位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多谢大家也多赞 我是格小琪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我在上海 大家都在 美食情报天天搜索 玩乐榜单日日翻新 那么脆的面包包哪里找的 这个呢 只有碗饰才供应的 这是一份尽心为你制作的美食排行榜 为你护上吃喝玩乐 一网打进 不用出上海都能有旅游度假的感觉了 吃果不会太浓吃 或很正宗 正上档式的传菜 想了解附上更多资讯 锁定陶醉上海